哈喽 哈喽 大家好 这两天呢 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事 还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中 更多更多的难民来到了欧洲 我们呢 虽然不算是欧洲人 但是需要住在欧洲的人 对于这些事情的关注度还是很紧密的 然后呢 前两天看了老雷的一个影片 就是在讲欧洲人在这一次的难民救援事件中 就表现出来了那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种族歧视 和那种社会优越感 其实真的也还是感受蛮明显的 我们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关注过一个新闻 就是那个匈牙利当时在接那个叙利亚的难民的时候 然后在边境上面 那个记者耶 这边扛一个摄像机 还去用脚去踢一个抱着孩子的一个难民 然后匈牙利当时总统还是总理就出来说 你们都不要来 你们都不要过来 你们不会在这边受到欢迎的 就说这些难民 然后现在呢 同样的一个总统 同样的一个人 然后这次面对乌克兰的难民的时候就说 我们就是open board 我们就是所有的就是大门敞开 然后人心也敞开 欢迎你们到匈牙利来 然后你看到这次也是 其实葡萄牙茂前派了20辆大巴车 20辆大巴车从里斯本出发去接乌克兰 1000名难民过来到里斯本来 如果说他们还能就是说将会 接下来各个市政府还在调解准备要派更多的大巴车去接更多的难民过来 你就发现欧洲人 这个对于叙利亚的难民和那个当时非洲的一些难民啊 然后对于这个欧洲难民怎么完全就是感觉现在的欧洲人各个都是圣母表 然后当年的这些欧洲人就觉得哇好理智好清醒啊 后来我就想说因为老雷看节目就老雷说是种族歧视嘛 然后今天我也和我的朋友啊 一个巴西人一个普太亚人 我们三个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自己是做酒店的嘛 也有可能因为现在市政府已经打招呼了 跟所有的酒店都发了 发了就是 就是跟所有的酒店都发出了一个就是邀请 也就不算一个通知吧 就是有可能到时候会市政府会要你去接难民啊 或者怎么样的 但是现在就是都不知道不确定嘛 然后市政府 有个卡式的市政府有发这个 然后我们就在讨论 就说 那么如果说现在接乌克兰的难民 我们是可以接没问题 因为市政府他会付钱 他不是让你白接的嘛 我们说市政府就是 钱就会便宜一点 我们也相当于做好事 如果说一旦是这个责任 市政府要征召的话 我们也可以就是报名去参加 就是在这个酒店名单里面 然后但是呢 现在就是不知道 然后当时就他们就同样说了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是叙利亚难民嘛 如果是叙利亚难民 那你接吗 我们当时三个人都想装白左 因为我们三个都是酒店里面的管理人 大家都做了很多年酒店 然后三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这种说不接 即使市政府给钱也不接 就是后来我们就讨论 为什么是我们歧视叙利亚的人吗 或者是歧视穆斯林 然后我们有更多的 接下来更深层的开始讨论 那么OK 那么乌克兰的难民可以接 那么如果是日本的亚洲人 如果是日本人 万一万一日本人当难民 接不接 两个人都趋之弱 我说那肯定接啊 谁不接日本人 不接日本人傻呀 绝对要接日本人 然后说OK 那么就觉得亚洲人里面 然后说那么中国人接不接吗 然后他们就说 中国的人就是 两个人就开始 你知道吗 就犹豫就说 不知道 就说很难讲 就是对于中国人接不接 因为大家 我们这都接过中国团啊 什么的 有些其实 中国人习惯并不是 也有中国人里面 数字都 就高的人也很多 但是数字差的人确实也有很多 尤其是也些 以前我们酒店里面住那些 有些团啊 真的是 数字是一般的 就可以出国的人也没有 也不见得都是数字很高 他们两个人呢 就是可能因为我中国人吧 所以就是很犹豫的 真的讲这个问题 我说 然后他们两个就跟我讲 一个普代人 一个是巴西人 我们就说 那么亚洲人谁接 亚洲人他们就会接 如果是亚洲人 有难民过来的话 日本人 然后台湾人 这是政治不正解 日本人 台湾人 香港人 然后韩国人 新加坡人 都没问题 其实看了讲 他们讲了讲 都是那些 就是东北亚的 这些国家嘛 然后还有新加坡 不算东北亚 但是我想说 马来西亚呢 越南呢 然后就开始 打吞了 印度呢 他们就开始打吞了 就说 我也真的不知道 这是种族歧视 其实你发现没有 这不是种族歧视的问题 所以还在问他们 非洲人 非洲人 都不要解 我觉得这不是种族的问题 你看亚洲人 不都是亚洲人吗 对不对 但是他们其实 这还是跟这个人的 国家本身有关系 你想日本人 你怎么能确定 日本都素质高 那些变态的杀人狂 多得很累 日本人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是说 拖到日本人 要接不接日本人 台湾人 难民 如果说成为难民的话 有不要接 就说香港人 就说那肯定接啊 如果是 如果有市政府 可以保险给钱 然后又可以帮助他们的话 那我就会发现 你会发现没有 因为发达的地区 出来的难民 可能我觉得 以他们两个为一个 酒店业的 就是 就一点干面吧 就以他们的心态 来说所有人 后来他们两个 就说明 跟我说一个问题 就说 这不是种族的问题 这是跟这个国家本身的发达程度有关系的 他说 嗯 那个巴西人就说嘛 他们说他们在巴西 其实巴西很大 然后种族也很多 族人也很多 就说 他说在巴西有些地方 那么 就是比如说像一些 黑人比较多的地方啦 就会 这黑人就比较 性格就很开心 就喜欢闹啊 就喜欢 然后但是比如说 以欧洲人后裔为主的地方 那欧洲人都是很闷的人嘛 就说 就觉得说 就你自然到了这个掰呼里面 就不会听见那种 很闹的声音 然后我们现在 他们说我们现在说的是欧洲 那么乌克兰人也好 还是香港人也好 台湾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新加坡人也好 实际上 其实都是欧洲 另一种意义上的欧洲人吧 那觉得这种都没关系的 那么接这些难民 然后觉得 而且不光是 说这些接了难民之后 还觉得说以后 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很有帮助 所以我们最后就讨论到 可能真的不是种族歧视呢 你越穷的地方的人 越打仗 人家就越不要你当难民 这不是更惨吗 本来就不是很穷的地方打仗 那你就是 日本的人 大家都愿意接 台湾人 那中国人不是很惨吗 就中国 其实我觉得可能也 不知道到底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还是国家的问题 还是经济 你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算是够强的吧 但是大家说到中国 那里就 考虑一下啦 想一想啊 对不对 可能也不光是钱的问题 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也是一个 他们觉得 基本上你看欧洲人 觉得日本人 台湾人 就 都是 大家都是一样的 可能就是 最终还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还有一个社会发达的问题 他们就认为 你看这两天 其实媒体里面真的是很 最后 受压力的那个总统也说嘛 他说 因为他们是欧洲人 因为欧洲人 就是 数字是最高的 教育是最好的 平均来讲 所以 没有不解答他们的理由 对我们国家的社会 不仅 不会造成危害 可能还会造成帮助 更多的 有生力量和劳动力 然后更多的孩子 就是年轻 就是小孩子进来嘛 欧洲各个国家都娶孩子 所以说 这他们会很高兴的 我觉得可能不像是老雷 讲的这种种族问题吧 我觉得深层次的 你看问到是我的话 我们在一个 接难民的态度上面来讲 你就 大家如果现在 在看这个视频 每个人都闷心自问一下 如果你是开一家酒店的 现在市政府 让你接难民 有欧洲人 然后有日本人 然后台湾人 香港人 同时选择 还有非洲人 你就不管他非洲哪个国家吧 就非洲人 然后中东人 然后南美人 你说在这一群人里面 你首先选哪个 如果我要选的话 首先选日本人 台湾人 香港人 对不对 我没有把中国放在那边 就把中国放在外面 就不说 然后我还最快选 欧洲人 就是 我跟他们这种 主流媒体 可能被洗脑过了 还是怎么样 就是跟欧洲的 主流媒体的想法 是一样的 不觉得 我真的没有觉得 这是一种种族歧视 我一开始就感觉 也是种族歧视 但是到了后来就觉得 好像也不是种族歧视 真的是 经济 国力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真的是不对的 可能是真的很困难 如果就是 像 就是中东地区的 非洲的地区 要融入 作为难民 想融入当地的 很快速的融入 当地的文化 和当地的这种 整个大氛围 是很困难的 但是呢 不管多么困难 这也是要继续 就是不得不面对的 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的世界 接下来会可能会越来越乱 因为我对于普丁 打乌克兰这件事情 我看不到出口 谈了两次了 就得达到的一个 共同的达成协议的一点 是打开人道主义通道 What the fuck is that 这是好像 这是什么一句话 一点意义也没有 一点意义也没有 一点价值 但没有的一个 所谓的所谓的和能够谈和的点 所以我看不到一个 看不到一个出口 要是普丁要怎么样才能退兵 他达到他的目的 他想要乌克兰解除完 他不可能的事情 他想乌克兰永远不加入北约 不加入北约 现在欧盟基本上已经 要统一再加入欧盟了 那普丁提出这两点 那他有路可以退吗 他作为一个独裁的统治者 他有路可以退吗 他就是收回他的言话吗 就说那么乌克兰打不到 他也可以退兵吗 这个是他能做得出来的事情吗 我真的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么就普丁这边 如果无法退的话 那么你看欧洲这边 那欧洲这边是怎么样 你普丁这样大耳光子 啪一巴掌闪过来了 那欧洲是你大爷 对不对 你当了这么多年世界霸主的 后来被美国抢去了 现在可能欧洲还想利用这个机会 再夺回来 霸权不霸权都不知道 反正大家知道欧洲人就是爱干架 这个世界还用讲吗 欧洲人可能地球上最爱干架的就是欧洲人吧 从他们自己的欧洲 然后干到亚洲 干到非洲 干到美洲 都他们在干架 世界第一次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很干架 你看这么多人 就是乌克兰被打了以后 英国一队一队的人排队去当志愿者 我知道他是国家做的这种宣传 还是真的就有这种人 就乌克兰打仗 他就去当志愿军 他那些退伍的兵 就自己要去打仗了 然后葡萄牙也有去 就是葡萄牙人去参加志愿军的 然后 就是西班牙也有 法国也有 德国也有 法国是用的外籍兵团吗 后面里面还容了几个 就是退役的 法国的自己的兵 然后还有就是 德国就不用说了吗 他还送飞机 还挣飞行员的 然后就 你会觉得欧洲人其实就很好战 他们就是那种 爱打架的心 就很冲动的 所以我真的看不到这个事情是怎么一个出口 难道最后真的打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那第三次世界大战 全部打回到十七时代 人们能够受得了吗 我就不知道了 而且俄罗斯昨天卖机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看机会 俄罗斯把人家核电站给炸了 然后控制核电 这真的是脱形啊 还卖七形啊 就是大家都见了很多 见我打第一次还跟出车司机聊呢 出车司机都说 普丁市有病吧 然后我们公司的几个小孩子 都开始把那个网上面的那个 网页有一个专门看那个 Radio Reactive的那个网页 然后开始核专行论 跟我说 和你快点那个叫什么 咱们一起去买好那个 往巴西飞的飞机票吧 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现场就 脚底抹油 立刻开溜 我说可以可以可以 巴西我已经想好去哪里了 我要去哪到 然后又去那个 Espiritu Santo 希望真的这场战争快点结束 也希望真心的觉得 希望乌克兰的人民 不要承受这么多的折磨 然后也希望大家同时的时候 审视一下自己 是不是或者种族歧视 或者是对其他 看到欧洲人这样是流离失所 是不是在对其他什么中东人啊 非洲人啊 他们遇到困难 是不是有一点熟视无睹 因为这次的事情 也让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 我自己一直认为 自己是有一颗白左的心的 其实看了一下 觉得 真的不够白也不够左 所以 总是有很多值得进步的空间吧 今天就这样 希望战争早一点结束 和平归于大家 拜拜